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梁亚倩 一起来关心今天3月20号 星期三的重要新闻 川普总统在关乎移民政策的官司取胜 最高法院裁定 联邦政府有权随时遣返 正在犯罪拘留状态的非公民 川普总统对于非公民移民 一向采取较强硬的立场 而这次在最高法院的案件 川普政府希望对于犯下罪名 而且已经完成服刑期的非公民 持有可以随时将他们遣返出境的权利 而不是任由他们 可以长时间待在拘留所等待遣返 这是由于现存的移民法指示当局 必须对于犯下符合遣返条件 且遭监禁的移民罪犯获释后再度拘押 一直等待移民法庭判决遣返的目的地 但是这些人往往不会立刻被再度拘留 很多时候可能等待数年后 才被拘押开始遣返程序 川普政府认为这样的做法有问题 希望加速遣返他们 但是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多名绿卡持有者 提出应该维持原有做法 他们认为这些前科移民 就算恢复自由也不会威胁社区安全 不太可能逃跑 于是提出诉讼阻止川普加速遣返 最高法院最后裁定川普政府获胜 这次的判决结果由最高法院法官以五票赞成 四票反对的轻微差距达成 当中保守派大法官Samuel Alito 阿利托与川普政府站在同一阵线 认为川普的立场符合移民法最初的观点解读 不支持绿卡移民一方的论点 而自由派大法官Stefan Breer 布莱尔就认为 当局必须在前科移民犯罪旅行刑期后 积压他们合理的时间 应该不超过半年 维持他们的权益 现于航空管理局FAA的局长职位 已经悬空超过一年 川普总统正式确立新人选 由达美航空退休的一名高管和前机师 担当这个要职 航空管理局FAA的局长职位 已经悬空14个月之久 一直由FAA原副局长代任 川普总统公布任命人选提名 是达美航空退休不久的高管 Steve Dickson 迪克森 他在达美航空工作27年 去年10月有公司退休 曾经多年负责驾驶商用机和飞行安全 以及飞行员的培训工作 也毕业于空军学校 是一名F15战机飞行员 此后担当达美航空的高级副总裁 有报道指出 这次川普的提名是在挨国空难 波音公司的客机坠毁之前做出的 可以肯定的是 迪克森已旦成为FAA局长 首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就是处理好波音737 MAX型客机 平复全球对美国航空安全的忧虑 确保系统升级 做好对客机安全的监督工作 而值得注意的是 达美航空并没有使用这款波音的737 MAX客机 好莱坞有重大变革 华特迪士尼公司完成和福克斯影业的 713亿元并购交易 继续拓展娱乐影业帝国的版图 两大媒体巨人迪士尼和21世纪福克斯并购案 正式在今天生效 交易金额高达713亿美元 过程历时将近一年 这是好莱坞的一大历史时刻 迪士尼早前已经买下漫威影业 皮克斯动画 卢卡斯影业 这是继续扩大影视娱乐帝国的举动 这次和福克斯的合并案 由迪士尼提出 最初收购价是524亿元 本来是胸有成竹 但是美国通讯业巨头康卡斯特 开出更高价格650亿元 甚至已经取得福克斯股东的支持 最终迪士尼再开出713亿元方案 成功收购 分析认为迪士尼和福克斯是很好的结合 两者在泛娱乐的基因 例如实境娱乐和IP衍生品上 也有契合的地方 完成交易后 迪士尼获得福克斯在美国的娱乐有限网络业务 电视和电影业务 以及福克斯旗下串流影视媒体呼噜的控制权 而双方将成立一家新公司作为母公司 现有的福克斯股东将持有总计3.4亿元股票 合计占比大约为两成 抑郁症的治疗方案传来一起好消息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一款 对抗产后抑郁药上市 检测显示 超过七成半的用家 使用后有明显症状的改善 对于辛苦产子的伟大妈妈来说 如果不幸患上产后抑郁 可说是一大噩梦 但是现在对他们的治疗方案 可以说是有了新希望 FDA刚批准一款专制产后抑郁的药物 称为Zureso 成效显著 在2016至2017年期间 曾经在200名女性身上试用 持续监查30天后 结果显示75%女性患者的抑郁症状 改善50%以上 约有一半人可远离抑郁症 其中一名使用者的证言表示 在接受注射后的前12至18小时 已经明显感觉到抑郁有所改善 脑中不再出现负面想法 不过这款药物并不容易服用 需要通过打点滴 进行静脉滴住60小时之久 而且有副作用 或会出现头痛 头晕及过度睡意 虽然属于轻微程度 但是也有可能影响病人胃补母乳 这款药预计在今年6月推出市面 只可以由持有认证的医疗机构处方使用 由医护人员注射 Zureso在美国每瓶定价为7450元 完成一个疗程的药价大约在2万至3.5万元之间 美国每9位产妇就有一位患有产后抑郁 这次可以说是对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纽约一名8岁住在游民收容所的儿童 夺下洲际西洋旗大赛冠军 消息传出后 善款由全国各地涌来 更传来好消息 他和家人将迁进公寓入住 住在游民收容所的8岁尼日难民儿童小爱迪吴米 最近勇夺纽约州幼儿园至三年级年龄段的 西洋旗锦标赛冠军 学习奇艺只有一年多的他 至今的人生一点也不轻松 他和家人因为是基督徒 害怕在尼日国内遭到攻击 以难民身份搬到纽约市 住进一家游民收容所 正是这个机会 他在学校接触到下西洋旗 在几周后的一次比赛 教练发现他表现出色 富有潜质 于是教练马丁内斯 向小爱迪吴米家人提议 参加学校西洋旗培训计划 而且更是免费资助他学习 小爱迪吴米最终不负众望 取得州计赛的冠军 更有望在1-2年内取得大师级别认证 打破最年轻的12岁大师的记录 胜出比赛后 小爱迪吴米的故事成为全国新闻 教练为他们一家成立的 GoFundMe募款专业 引来全国众多支持 上款很快达到20万元 有人愿意资助全家汽车 法律服务和工作 甚至还有人愿意提供住房 他的家人透露 短期内可以由收容所迁进公寓入住 他的母亲向所有伸出援手的美国人答谢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